3 2 1 剪彩 嘉賓們共同剪彩 歡慶公園改造落成啟用 山榮區永勝公園 由於年久失修及排水不良 長期困擾附近居民 這是在新北思維園陳啟能 及永勝里長侯景卒的爭取下 進行四個多月的改造工程 終於在日前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我們的永勝里侯里長他非常的熱心 他就把這個狀況 不斷的跟公所來反應 當然這個工程的改善需要相當的經費 那這一筆經費啊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陳啟能 陳議員 也是透過陳啟能 陳議員 好幾次的會刊 邀請了市政府 新公處 農業局 警官處 公所 我們大家籌促了這一筆 來整修我們永勝公園的經費 市府撤資750萬改造永勝公園 除了環境患然一新 整個地板也變成會呼吸的透水鋪面 不但解決排水問題 還有儲水 防洪及降溫的功能 鐵礦節水鋪你的地板 麵頭就是擠的那個地方 水倒下 倒下 我們的鋪面不會激水了 因為我們的鋪面會呼吸 你水比較倒下 因為我們的鋪面會比較負面 裡面還有一三筆 今天公園 這麼快的完工 這麼快的恢復新的面貌 我們的鋪鋪 主張八點再去八點喔 一直做 你看我就鐵鐵了 我們這些鋪鋪 你看他們 他們這些年紀都比我那麼多 是不是 大家一個給我聲音 謝謝你 另外這次整修也打通 鄰近車路頭街的步道 讓民眾慢跑運動時更加便利 同時增設一座拱門花架 為公園增添浪漫氛圍 相信改造後的永生公園 能完全滿足附近鄰民 休憩運動的需求 凱博大台北數位新聞 盧倫宏採訪報導